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新政的推动最近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话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两位益座 带大家来请听地方的声音 一起来监督市政 一起来帮大家审核包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陈宜 陈宜、陈宜座 小军姐好 浩瀚议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宜 陈宜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张浩瀚 小军姐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浩瀚议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最近我们的议会才刚开完 但是其中有一个议题 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 就是我们的广宣废 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浩瀚议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广宣废这一区块 其实大家都很有意见 因为有了城市代言人 又有了政策宣传大使 结果后来又有编列了一些预算 那当然大家看这件事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为了要帮大家审核包 所以议会的议座们 都非常的为民众来把关 我们要请教 那我想在讨论所谓的广宣废之前 其实我们在去年议会 在审查相关的预算的时候 尤其是1200万的 那个宣传大使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谢国王市长 在当时候是讲了一句话 叫做好的城市 就是好的东西 它并不一定要每天都需要宣传 那只有自信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才需要做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而它编了那么多的一个钱 来做整个金融市的宣传 根本就是打脸 它自己曾经在议会说过的话 那我想在这个进行 所谓的宣传费的当中 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细节 尤其像近期我们刚好议会 追加减预算才刚结束 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 令人质疑的 所谓的宣传的一个费用 那从去年起包含了1200万的城市代言人费 那甚至到前一阵子 基隆市的政策推广大使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32万元的 杨宝珍的一个委托案 甚至在这一次的追加减预算当中 因为有编列了7亿的电动车预算 他认为说这件事情 还是必须要有宣传的必要 然后又编列了总共3600万的一个经费 要来做所谓的宣传委托案 我想这些事情其实也渐渐的 来直接的表态 就是谢光市长认为基隆就是一个不够自信的城市 所以才要做这么多宣传的事情 那当然我个人会觉得说 不是说做宣传这件事情不好 但是这一些钱全部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而这些纳税钱到底能不能给基隆市的城市发展 带来一个正面的形象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然而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从今年1月开始 其实基隆不管在各大媒体或者是在全国人民的一个眼中 其实是一个充满负面能量的一个城市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负面能量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执政的一个县市的首长 他给民众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 带来非常多的一个不满 所以与其花这么多的钱 去来做所谓的城市宣传跟城市推广的这一件事情 倒不如也要希望谢光市长好好检视自己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为何会让基隆市深陷这么多的一个负品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非常需要值得检讨的地方 包含刚才有提到的像城市代言人 有非常多的市民就质疑 像我们现在的代言人叫做安欣雅 在过去这一段一年多的一个时间里面 其实他出现在基隆帮忙协助基隆城市推广代言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仅仅只有两次而已 就一次是跨年 我记得就是只有两次就是一个跨年记者会 一个跨年的一个活动就只有这样 那甚至在现在委托的132万元的梁宝珍的这个案子里面 他一个月内也只有不到四篇的贴文 难道这些钱真的都有花在实际上的效益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检视 我觉得今天不是只有民意代表应该去监督这件事情 而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大家口袋里面拿出来的 我觉得从市民的一个角色跟角度来讲的话 共同监督这些事情才会把这一个部分认为说这个钱 到底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是真的就是要帮民众荷包把关 把钱花在刀口上 我们要请教陈姨毅做对这一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看法 我觉得每一分钱其实都是得来不易 不管是做任何的从事 不管是小吃店也好或者是餐饮业 或者是各个公家机关所每个月的这些固定的薪水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辛苦的在生活 然后这些费用呢 其实可以好好的利用在更多 让市民朋友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并不是你认为想怎么样花就怎么样花 我觉得这应该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探讨跟检讨 是真的就是要帮民众荷包把关嘛 那当然说到刚才有一个费用就是电动机车 然后还要再编列它的广线费用 但我们就要来看看一下电动机车这一项政策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浩瀚一座 最近真的是吵得飞飞扬扬 我最近还看到那个 民众居然一点就去排队了 那我想刚才其实在讲到电动机车之前 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一个3600万的这个尾办宣传的费用 其实在去年最佳减预算的时候 我们通过3.8亿的电动机车预算 那其实里面就有750万 要来做所谓的电动机车专案办公室 而这笔预算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来做宣传 跟协助电动机车政务的一个推动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其实这750万的这个委托专案办公室的 这一笔费用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首先这个得标的一个公司 它其实在得到标案前 它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 它的资本额更是只有仅仅的100万而已 那重点是它在业界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时机 所以它来标到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也引发了一些市民的一个疑问 那果真在我们这个它得标 从去年11月得标到现在为止 我们从议员的一个身份 我们一直希望说市府应该提供 这个专案办公室它实际的一个绩效 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它达成的一个宣传的目的 跟它协助行政事务上面的这个作为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市府在这一段期间 完全不愿意提供议会议员 任何的一个资料跟讯息 所以如果他连这件事情 都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审理这3600万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提出适当的一个疑问 就是你至少先让我们了解 前面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后面才有办法 把这些钱都给你吧 那当然在 在期间过程当中 因为这3600万其实是分成两个项目去进行的 一个是 在600万的是在2亿的经费里面 那3000万是在5亿的经费里面 那600万的部分 因为市府没有提出具体的说明 所以我们把这600万的预算删除 然而这3000万的这个后面的一个预算 因为议会表决的一个关系 所以导致这一笔预算还是顺利的通过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希望 基隆市政府应该拿出你们该有的一个担当 这一笔钱到底如何去 去做发挥 甚至说他如何去做运作 甚至是说过去这750万 明明就可以协助公务人员去减轻 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压力 然后市政府还是一样不愿意去面对 那也希望说接下来的这3000万 是真正切切可以落实在所谓的宣传 跟协助公务人员推动所谓的政务的这件事情上面 减轻基层人员的一个负担 然后回到电动机车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近期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谢国王市长在我们议会上次临时会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已经要求市政府要向我们详细的说明电动机车 现在推展的一个状况 然而市政府当时候不断的推辞 认为说这个政策一直在进行所谓的滚动式检讨 所以没有办法把具体的方案提供给基隆市议会 然而就在临时会开完会的隔天 市政府突然又宣布了新的电动机车2.0的政策 那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跟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议会询问的时候 你不断的跟我讲说我们还在滚动式检讨 所以我们没有新方案出来 没想到就在议会结束的隔天 马上推出新的版本 那这个不叫做对于议会最不尊重的一件行为吗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一个质疑 然而他提出了这个新的2.0的政策之后 又跟当初议会所通过的第一个1.0的方案 其实完全不同 因为第一个他不用钛换 第二个他免资费 所以他其实 而且第三个他不一定要做青年公益 就代表这件事情 跟当初通过预算的原意 已经完完全全的不相符合 那但是这件事情 到最后更荒谬的一件事情来了 在2.0政策推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笔预算 根本还没有送到 金融市议会里面来 所以政府现在居然在执行一件事情 叫做他没有预算 但是他要先执行了 他把政策宣导出去 那他把责任丢给谁 就把丢给金融市议会各位的议员 因为如果今天议会这笔预算不通过 今天像电池自费的部分 我当初答应你免费 现在不免费了 那为什么 是因为议员不通过预算 他把所有的责任 丢给所有金融市议会的议员 难道这件事情是对的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所以他现在 当然因为议会 在政党的一个人数的优势之下 这些预算还是顺利的通过 没有错 然而他又会把说 为什么现在2.0的政策 我又要再做进行修正 我现在又把太久换星拉回来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你们议员建议的 他无论这些比预算有没有过 他都会把责任丢给议会 然后现在这个条件 又变得跟先前1.0一样的时候 他要把这些事情再丢给议会 反正责任都是议会在做的 不跟我金融市政府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又开始导致 在区公所 在大家为了要在6月底前 申请到最好的方案 就是所谓的免太久换星 免公益青年的这件事情 然后漏夜的进行排队 然后一个区公所 一天只开20个名额 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在前天的时候 我们到现场去看了 才发现说 有人有民众11点 就已经开始排队 晚上11点 然后到凌晨2点的时候 名额已经满了 更荒唐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他没有限定一个人 只能申请一台 所以有一天20个名额 所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 排到20个人 结果拿到后码排的前面有一个人 他申请了三台 后面的人呢 18、19、20号的人 居然他排了一整晚 结果公所跟他讲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前面已经申请完毕了 所以你没有资格 你拿不到 请你明天再来排队 这件事情已经导致了整个基隆市民 现在已经对于这个政策不知所措 到底什么样的时间我可以去申请 然后重点是说 你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导致民怨开始四起 这真的难道是一个真的叫做 他自称自己是一个由爱市长 该做的表现吗 电动机车的政策 从他开始宣布来 一变再变 从过去的1.0到2.0 然后提出了3.0 然后又从3.0 倒退变成2.0的plus的版本 我们说实在的 他才说 因为这样的政策一直不断变动 所以我们就要宣传 但是重点是来了 如果今天政策是这样的一个滚动式的一个情形 不断的在调整 那民众该如何信任这个政策 未来该怎么进行 推动的这件事情 会不会哪天 他要跟我讲说 我现在要推动电动机车4.0 我每台摩托车 我在补助再更高达高达到10万块 有可能啊 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持续的变化 那政策 从我自己念法律的角度来讲 我也念公共行政的事务的这个角度来讲 政策重要的是什么 推动的是稳定性 重点是什么 让人民值得信赖的这一件事情 然而就现在看起来 电动机车这一件事情 完完全全 就没有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面 来进行所谓的推动 或是进行所谓的推展 所以民众的愤怒 我觉得是我们身为地方的民意代表 该为大家发声的一件事 是 真的就是要为大家发声 大家听地方的声音 请教陈怡役做 其实很多民众也对你反映一些 电动机车的一些相关问题 电动机车大概讲了两年了吧 自从就是谢国梁市长在参选的时候 就有这个证件 那也顺利当选了 那现在要来越来越线他的那个他的这些证件 那其实市民其实是很期待的 哇我们进入市有这个电动机车可以来来骑 其实当时我觉得是没有考量到很多方位啦 比如说我们的停车空间或者是换电站 或者是就是这些方案呢 其实并不是每个金融市民都可以申请得到的 因为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刚好落在18至45岁的年龄 所以其实这些方案呢都没有就是考虑进去 当时谢国梁市长在选举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证件 也就是染疫未问金一万块钱这件事情 其实染疫未问金这件事情呢 当时在疫情期间其实很多的家庭 也就是这些主要工作者他们也染疫了 但是会不会染疫未问金会比这个电动机车还来的 就是想要申请的人或者是达标的人会更多 我想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这个电动机车呢 他的这个规则就是一再换 就是一再换然后滚动式的调整 然后我们金融市民其实有些想申请 然后又到三天半夜要申请 却又申请不到 其实这蛮老名的 那染疫未问金其实每个家庭如果发给他现金的话 电动机车发给市民现金的话 我想这些市民该更有感 那希望金融市长或者是金融市政府应该是好好的想 什么才是我们金融市民所需要的 真的是电动机车吗 还是我们的公共汽车 还是各个家庭的染疫未问金 我觉得应该是要好好的反省跟思考 是 这个民众都会很忧心 然后就跟你反应 比如说像是停车位或换电站不足的问题 那当然是不是就是撒币来补助电动机车这一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好感应者 是 那我觉得金融市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 其实大概在十年前还被台湾的各个县市来做财政评比来讲的话 还是倒数莫名的一个末段的一个城市 但最惨的就是当初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县市破产的苗栗县 那金融市政府其实只是在他往上的一个名额而已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其实金融市的整体的财政状况 并非像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一个友善 那但是在过去几年的一个努力之下 其实金融市的财政状况一直不断的在进行上升 甚至在中央的整体的评比来讲的话 也从过去的后段班已经晋升到中段班的一个部分 也是代表说 这其实是一个过去林优昌市长所带领的市府的团队 跟所有的市民全体努力的一个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其实金融市不转市 虽然说我们在努力还债 但是我们城市建设并没有停止 然而在谢广市长上任的 在短短的这个一年多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一个大型的市政建设 现在都已经停摆 不然他当时候 应该说包含在林优昌时期 有所要建立的像 我们的新市政大楼的一个规划 我们预算已经编列完成 已经有做了一些工程上面的设计 最重要的就是剩下的一个发包的一个工作 那包含另外一个 还有在像我的选区里面的安兰桥的停六停车场的这件事情 也是在谢国昂上任了之后 把这些计划都终止 所以就变成说 他开始有了一些的闲钱 因为他觉得说 反正因为过去有编列预算嘛 那现在不用编的这些钱来说 这些钱就可以拿出来来做其他的一个利用 然而这一个部分都是希望说 透过大型的一个公共建设 来带动基隆市的地方发展 然而电动机车的广发这件事情 真的能够推动基隆的市政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给 这要打给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然后谢国王市长当然讲说 我不是说这些上面刚才讲的什么 市政大楼或停车场我不盖 我是想要透过BOT的模式 但就我们来讲的话 BOT就是一个骗人的一个形式 因为 就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市政大楼的规划 跟所谓的停车场的兴建 其实他如果要比照其他县市的一个案例 其实通常都是要配合所谓的 周边的建物整体的一个更新 甚至是说有更大的一个商业空间 利益可以发展 其他的建设公司或者是业者 才愿意来进行投资 然而就我们现在看的 这整个区块来讲的话 都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标的跟基地 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在议会 我也在议会也多次了 其实谢国王市长就是在骗 如果你真的重视基隆市整体的发展 而且这个过去当初其实就已经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来进行规划 而且也是地方重要的一个需求 然而在你手中停下来了之后 这些钱居然就拿来做所谓的电动机车的政策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其实只是会让基隆市的城市发展再继续停滞而已 那我扣除这些城市的硬体建设不讲 其实我们基隆市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在设政的事情或者是在公务的事情 甚至像最近讨论非常夯的议题 就是所谓的公车态患的事情 其实他都需要非常多的预算来进行支持 然而现在的预算谢国王市长自己也提到了 电动机车的这些钱真的也排挤到其他市政的建设 但是他不知道排挤到哪些 我觉得这样的市长能够不够荒谬吗 连这些钱从水库哪里来 扣掉哪里 从哪里需要云资的这些事情 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时候 他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资格来担任基隆市的市长 甚至或者是说他的幕僚 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幕僚 该提醒市长的一个责任 到底这些经费从哪里而来 其实我觉得必须要做更严谨的一个追查 甚至说其实很多民众跟我讲 基隆的路不够平整 其实你只要从里面拨个一亿里面来 我就可以把基隆市的路弄得更加的平整 我们基隆市的生育补助金 为什么双北可以到达3万到达4万 可是我们基隆还是停滞在2万 其实他只要拨出个2000万来 就可以把生育补助金贴 提升到跟双北一样的层级 甚至说我们基隆市有更多的 像刚才讲的公车的一个态患 其实他只要每年拨个2亿 按照他的电动机车计划 可以让基隆市民13年内搭公车全部都不用钱 难道这些事情不重要吗 难道这些事情比电动车还要更不值得市长关注吗 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傻币 去绑所谓的基层的这些 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里长 林长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重点是说这些事情是他们真的需求的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议会当中 从去年开始他针对这件事情 我们不断的跟谢国王市长提出建言 然而他还是为了去所谓的 履行他的选举的拔拉票 所以还是对于基隆市的财政他不顾 这件事情然后持续来做推动 政策的一个推动 我觉得我对谢国王市长的一个整体的市政表现来讲 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更对于基隆市未来整体的市政发展 我感到非常的一个堪忧 是就是市府就是电动机车这一个政策 其实也让这个蓝油的机车 业者倍感压力 我们要请教陈宜一作 是不是在房间民间民众有跟你提过什么样的问题 对就是一旦这个电动机车 大家有机会去申请了以后 当然这个油车的这个店家就没有生意了嘛 当然他们可能是唯一一个会修油车的这个店家就 没办法混口饭吃 那其实一个政策要是失策的话 我觉得就赶快的停止 不然每一次我们市议会就是要背负着这些市政府 他们所开出来的政策 因为毕竟我们的人数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他们开出来的政策 失策了以后呢 他不是检讨自己喔 他反而是说是失意会不给不空过 或者是就讲各个理由 就是会让民众就是误导 会说是错也在我们 然后不给也是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次也就是尽可能的给我们市政府一些建言 就是说这样子好像会花太多钱在我们电动机车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钱分到 比如说铺柏油也好或者是买公车也好等等 就是做其他的建设 但是即使我们很努力的去建议 但是是没有成功的 所以就好比说今天一位选手去比赛 教练下的指导棋是不成功的 但是教练不会检讨他自己 他会跟家长讲说 是因为可能是现场的灯光不足或者是地不平导致我们输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先回归到自己 说我给的策略选手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是反省而不是跟家长讲说 今天就是怪东怪西 今天我的选手下场的时候他的状况不好 而我们导致苏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政策不好 我们应该是检讨 那选手出去比赛的时候 我们教练也要检讨自己 而不是就是跟市民朋友讲说 是因为市议会怎么样 是因为市议会怎么样 所以导致我觉得现在感觉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 也就是说市政府还是继续推动这个电动机车 当然我们我跟浩浩议员就觉得说我们大傻币 我们花了很多钱在电动机车上 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也蛮可惜的 是真的会让人家不知所措 因为你们就是骑虎难下政策过了 但是不是你们想要的那样 那我想我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刚才陈宜有讲说 为什么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其实有些时候感到相当的一个无奈 虽然说在我们上一届 在这一届的议长选举当中 但民进党他我们的同一之位议长 就是代表民进党 获得议长的一个席次 但是因为在整体的议会的代表里面 还是非民进党的占最主要的一个多数 那我想在过去这一年来的这样的一个 这一年多来的这样的一个市政的一个 尤其在省预算的一个审理的状况来讲的话 也破了一个全台湾史上的一个记录 大家这也知道说 其实在我们过去审理预算的这一段期间 我们大概表决了五次 因为表决在议会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 他除了是一个实际上监督的一个作为以外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表态 因为大家都会在这个 因为举手过程当中 你就会留下你所有的表决的一个记录 那就会让大家了解说 到底谁支持这个政策 而且你们是直接举手 对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不管在地方制度史上 从来没有过在这个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议案进行表决的这件事情 就代表其实我们身为一个议员 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的要去监督每一笔的一个预算 那当然行政权还是 我个人认为行政权还是稍微大于立法权 那因为毕竟行政机关他掌握了非常多的一个预算的一个优势 那现在当然在议会来讲 他也掌握了一个人数的优势 所以他真的可以真正的推动 但是我真的也是在此希望呼吁 谢光市长应该悬崖勒马 你现在已经做了11亿的电动机车预算 依照他的想法 基隆市总用电动机车总共就要花费27.5亿 其实接下来还有16.5亿的这样的重要 这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如果他还是要一意孤行 认为说这件事情必须要推动下去的话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市民会因此而感到愤怒 甚至说我觉得身为一个议员 我觉得也是要更加积极的去拉拢更多的一个市民 作为我们最强大的一个名利后盾 毕竟我们真的很害怕说这些预算 真正排挤到需要的一个民众 那另外刚才讲的所谓的油车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像前几天非常基隆市的大概两三百间的油车业者 到基隆市政府前面进行抗议 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一个生计 我想这一些的业者他并不是不支持所谓的电动机车 或者所谓的净零碳排的一个政策 然而政策他其实是要循序渐进的去推动 过去基隆市像我自己都是电动机车的使用者 过去基隆市每年成长的电动机车 约莫在三百台左右 那所以三百台左右的一个成长 他会大概就是以固定的数量在进行 但是在今年的整个电动机车 居然被丢了一万台下来 被丢了一万台下来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说 政府又有一套说法说你看我2.0的政策 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淘汰油车啊 我还是有电车先行 可是如果一般的民众的心理态度是什么 我今天有新车为什么想要骑旧车 我觉得就不会去用它 不会去用它的时候 我就不会去进行保养 也不会进行维修 那这样其实也导致传统的燃油车业者 面临生计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那市政府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辅导及协助 所以会引发燃油车的业者 其实非常非常大的不满及反弹 那最重要的是 其实有非常多燃油车业者也跟我讲 他们不能修 因为电动机车它其实是一个 它有电脑系统 它跟一般的燃油车不一样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开锁这个系统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维修维护这辆车子 那但是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来了 基隆市能够因应这1万台电动机车的 维修跟保养的厂家居然只有一间 居然只有一间 所以依照我们过去的一个平均的数额来讲的话 依照基隆市电动机车 一间车行 它平均就是去协助基隆市负担 大概两三百台摩托车 就现在这唯一一间的电动机车维修厂 居然要负担基隆市1万台的整个维修跟保养 难道这个叫做量能绝对充足吗 甚至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市府连配套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进行 如果今天假设是我们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你好歹你一开始就先辅导燃油车业者 我可以给你一些的补贴给你一些的补助 那甚至说我送你的济世去做所谓的进修 来进行所谓的就有的燃油车的店家 来转型所谓的可以来做电动机车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可以在前置作业先进行 我再来推动我后续的电动机车政策 我觉得这个才是在一个合理的脉络上面 应该做的这件事情 但我不去不是说去维护电动机车 这件事情好或不好 可是如果依照正常的一个逻辑来讲 应该是进行这件事情 才不会引发了所谓的地方的不满级 所谓的接下来维护量能不足的这件事情 但是市府连完全没有这样的作为 就甚至我听到他们现在想要补贴的方案 居然是说我补贴你房租 我补贴房租要干嘛 我真的是我连生计都没有回去 你补贴我房租干嘛 我店还是空的 我没有车子来 那对我来讲的话 我生计还是没有办法去支持下去啊 所以我觉得谢国王市长真的只是为了 推动去满足他选举开的一个支票 他没有经过任何的配套措施的思考 就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其实对于基勇市来讲的话 未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是真的是要让大家好好的寝思一下 那另外其实还有停车位 还有以及那个充电站的部分 是不是也很多民众在翻译 对啊尤其像停车位就好了啦 我讲如果依照谢国王市长他做的 所谓的免太救的这件事情 在今年就有一万台的摩托车 将要进到基勇市里面来 然后他说 那里面有 其实有大概有三成的 民众愿意拿太救换星 好我居然扣掉了三成 基勇市也增加7000台的摩托车 其实7000台的摩托车 光现在基勇市就已经 找不太到所谓的摩托车停车位 就现在但谢国王市长他开了一个 一个异样的想法就是说 我开放骑游给大家停车 所以基勇市在去年增加了 1000多个的机车停车格 居然都是因为开放骑游 所增加的停车格 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加的调诡了 因为像我自己是新手爸爸 我有时候也会在一一路上面 有没有然后推着我的婴儿车 要去儿童诊所就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象 但是我婴儿车我是推不过去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骑游开放停车了 停车了之后停的满满满的 我们光要进行所谓的婴儿推车 就有困难的时候 那更多的是那些伸脏者的话 到底要怎么办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现在很骄傲说 骑游整瓶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也知行的有成效 但是整瓶完了之后 优先也不是给行人使用 反而又是给这些停车的使用 这一件事情让我们不禁想像 接下来如果在今年年底 这些这么大批的车上进到基隆市来的时候 我们的停车位在哪里 我们的停车位真的 现在是严重缺乏 跟严重不足的状况 另外一个光充电桩这件事情就好了 充电桩当然就现在的业者 据我所了解 他步了基隆市应该是200多个点 但是这200多个点当中 有很多根本就是没有电 根本没有办法启用 甚至是说他的这个电池容器来讲的话 跟其他的业者相比 他其实数量其实相当的一个稀少 所以基隆市能够换电的空间来讲的话 过去像某G牌 不要帮其他业者打广告 某G牌它平均一个 一个换电站 它服务的大概是200台车左右 可是现在一个换电站 大概服务的就要将近600台 那我们有那么多的量能去维持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很可怕 我甚至是怀疑说未来会不会基隆 电动车都出来都变大概抢电大战 那或者是说我换到了电池 原来发现我已经骑到剩10%了 我来换电就拔出来电池只有11% 那这有可能 那这真的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整个整体电动车 在基隆推动来讲 我还是抱持一个非常悲观的想法 是真的就是要给市府很大的考验 也给市府很大的建议 那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地方 前一阵子不是刚好那个山崩吗 其实在山崩之前就有迹象是不是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浩瀚一泽 是 那我想在北宁路的曹靖公园口 那在今年的6月初的时候 发生一起蛮大的一个走山 那但是这个走山事件 其实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只要是基隆的市民都知道 其实在北宁路沿线 过去尤其在13年前 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势头 从山顶上坠落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引发了一个国际的一个新闻 那因为北宁路的这个沿线的山坡 来讲的话 它的地质的结构 本来就相对的比较不稳定 所以这几年陆陆续续说 都有这个大型或者小型的石头 从上面掉下来 那沿线的非常多的一个居民 其实都对于居住环境来讲的话 感到非常的一个担忧 那在这一次走山的一个 发生的一个点位 其实在去年的7月 去年的6月 曾经也发生过同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当时就我已经办理会堪 就是要求说 公路总局跟市府的一个相关单位 应该要加强对于这个点位的具体的归乎 为什么要针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一个加强 因为潮进公园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基隆在近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据海科馆的统计面 有超过200万的人次到达了一个场 那个地方 那尤其在暑假期间 大家可以看到光要进的那个 光要进去的地方 其实车辆都大排成容 那所以对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基本的一个山坡安全维护 其实是相当的一个重要 然后去年我办理线刊了之后 公路总局当时也有承诺说 要把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加紧的一个维护 然后他的一个维护 我说实在的 我们做这个工程 其实你可以做100分 你也可以做80分 你也可以做60分 那就我们所观察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他其实只做60分 因为他就是 就是该做的一个网 把它步一步 然后直升升完了之后 他认为说这件事情 对于那个地方的维护 就已经足够了 那就我们看起来讲的话 尤其这个地方 说起来 东北风来 然后又海风的吹拂 然后下雨 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更多一些 这样没想到 其实这件事情 在今年又产生了一个验证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么样的不足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引发了大量的一个走散的情形 尤其在四月初又引发 又是因为花莲大地震的关系 所以其实那时候 就已经有周边居民在担心说 有这样的一个崩塌的情形 那但是 其实不管是在市府 或者是在道路管养的公共种局 他们都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巡视 就是牧巳 牧巳跟陆巡 我只是来看看说 有没有掉下来了 或者是什么样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真的没有对这个地方 进行更重要 更严谨的一个检测 所以所幸的是说 现在刚好发生的那一天是礼拜一 它并不是假日 如果今天是假日的话 可能会引发非常大的 所谓的一个灾害 甚至是说人员的一个伤亡 那我觉得今天真的 我也希望说 不管今天是公共种局 或者是基隆市政府 应该为此案例为界 针对于整体的一个 北宁路沿线的山坡状况 应该来做更严谨 甚至说强度更高的一个 维护 甚至我那天也有跟公共种局的 这个局长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针对于这个区域 能不能像 那个国道系纸走山的一个部分一样 来做所谓的土壤的一个 就是延时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系统 这样透过监测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才有可能 才可以有明确的掌握说 现场的一个山坡的一个情形 避免说这样的一个憾事再度发生 然后我觉得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更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议会总咨询的时间 那刚好下午发生了一个时段 刚好是我们民进党的联合总咨询 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再念一下谢国王市长 因为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请陈毅议员 再来做再来做补充 最主要因为当下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党团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觉得也感谢陈毅总招 在当时候 其实当机立断的就认为说 这件事情 市民的一个安全 其实比我们的咨询更加重要 所以其实当下我们也决定说 我们要暂停我们的一个总咨询 甚至我们自己愿意放弃这件总咨询的这件事情 希望市长赶紧到现场去进行关心 甚至说了解灾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下面到底有没有市民被埋在这个地方 然而市长居然在这个地方傻傻站了五分钟 不知如何是好 我相信这件事情也呈现了一个首长在 所谓的危机应变能力上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蛮明确的缺乏 但是如果他今天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下他其实就应该要求他的 重要的像消防局的同仁警察局的同仁 工作的同仁应该立即赶赴现场 那他可以去现场 他也可以跟议员讲说 那秘书长留在议会 那我赶快去现场进行关心 我觉得身为我们议员我们都会同意 因为这个是天灾 重点是说 重点是保障市民的这个安全的必要性 然后他的一个态度 其实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一个吃惊 也感到非常的一个意外 那我觉得等一下也可以 真的可以请陈怡总召 当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当下的一个状态 好啊 总召 谢谢 当下是我们民进党团 就是联合咨询的 我不得不说我们民进党团的议员 其实真的是蛮团结的 不管是做咨询也好 或者是会刊也好 其实我们会找 比如说我之前当我觉得一一路的亲子停车格 或者是富有停车格不够的时候 我当时也请那个中正区的就是浩瀚议员 一起来会刊 因为我是信义区选出来的没错 但是因为我们的小儿科或者是富产科都是在我们集中的就是中正区 也就是一一路上 隔壁路 对 所以当时也是会刊就是增设了 现在有六个就是富有停车格 其实也蛮感谢我们就是党团所有民进党团的议员 其实我们很好揪啦 就每个人其实都很好讲话 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是大家互相cover一下 那当时的状况就是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后来就晓得就是这个有一个山崩的状况 其实我们很难放弃我们就是咨询的时间 因为一年也就两次可以讲 就是跟各个局处长在请教我们的疑虑或者是疑点 或者是我们问题或者是市民请托 我们想要问的事情 其实真的很难得 其实当下的状况其实也很两难 要放弃吗?要继续讲吗? 还是我们应该暂停 后来我们赶快讨论以后就说赶快让市长去吧 所以当下呢 我说是不是市长你要去现场去关心一下 那时候怎么会喔 当下去关心怎么会叫我暂停 让市长往后看 其实当下你是个首长的话 你应该要指挥说公务处啊 或者是消防局啊警察局 你们先去我们一起去这样子 反倒是他变成是小兵 他问后面 是现在吗? 对对对 就是现在 现在请你赶快去这样 所以当下我们就说 其实是人命关天 真的是救人第一 所以当下我们好几个议员 我们全部都到现场跟市长一起去看现场的状况 是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议座 我们其实都是为民众的安全为第一 又一些考量 就这么难得宝贵的议会咨询时间 大家都暂停了一块到现场去 那说到这个关注我们地方的声音 要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在停车馆前 有一个最近非常多的乱象 民众也都纷纷向陈宜艺座来反映 我们一块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要来争取行人友善空间 这也是围栏 那边也围栏 还有这里 这里一个停车阁 小孩子上课下课都没办法出入 出入就不方便 不然就是要画一个人行道 专用道出来 这样行人比较安全 民众长期观察 发现体育馆周边 铁栏杆 花圃 甚至是公路车停放区 门口栅栏 都让行人走起来很不友善 孩子那下课啊 中兴国小啊 还有这些游泳的人啊 他下来走 走这边马路 这些都是车子在跑的路嘛 你应该留一条路出来 不然这个车子留了停车阁 啊 怎么办啊 市议员陈宜 接获民众陈勤 邀急市安府相关单位到场会堪 但议员却透露会堪时 现场却意外的整齐 跟平常停车的乱象大不相同 对于学生上下学和行走的路人来说 是一大困扰 毕竟现在他们的公务车 跟民众的机车停在外面 就没有空间了 那我们体育馆呢 近期从去年的跨年晚会 跟近期的篮球的比赛 还有一些楼栗球啊 或者是太极拳等等的一些 全国性的比赛在这边 那其实基本上在这边通行的是相当危险的 到场会堪的省府人员表示 公务车停车阁 目前只有公车处在使用 预计在五月底就会移走 而学童的通学路径 基本上不会行走这条空地 开太大的话 那机车会进来 会更增加小朋友的危险性 行走的危险性 他们现在下课 老师就从这边带出来 再从这边走 有住那边的人就住那边 安心班的人 小朋友就在这边就接走 真的那边到时候就是上下课的时间 其实是交通蛮混乱的 但是在会看当下变得非常的整齐 我要请教陈一一座 对 在我们金融市立体育馆 也就是我们的游泳池 然后楼上是篮球场 那后面是我们信义区中兴国校 也是就是我们信义区唯一一个双语学校 其实近期有好多的新生 还有转学生来到中兴国校就读 那其实我是接到家长的反应 小朋友在下课的时候 他们其实没有像刚刚那个画面一样 就是这么的好去行走 他那边就是会有汽车 就是公务车 当时应该是体育场的公务车 跟公车处的公务车 就停放在那边 加上去游泳的市民的机车 跟到对面信二路去吃这些小吃店的机车 基本上小朋友没办法行走的 没有像刚刚那个画面这么的清空 所以小朋友呢 就是其实是走在马路上 那刚刚我们的花圃旁边 其实又有四个停车隔 那通常都是满的状况 所以小朋友都是要走在马路上很危险 那其实我是觉得说 其实花圃应该是可以把它打掉 因为毕竟那边也不是赏花 或者是去吸收这些芬多金的地方 应该要更规划好 因为毕竟我们体育馆 他今年有办那个全国舞艺 舞艺就是跳舞的那个活动 也是来了很多各县市来跳舞的 这些好朋友们 加上那个直栏的比赛 哇也是很热闹 就是根本停车空间完全没有 别说行人友善 连走路的空间都没有 怎么会行人友善 那再来就是游泳池 像基隆市民呢 有一些65岁的长辈 他们是有免费的 因为他们只要加入一些就是游泳协会 或者是团体他们游泳是免费 他们是天天去那边健身 那基本上呢不只是信义区 也有就是隔壁啊中山啊中正啊 或者是人爱等等都来这边游泳 所以基本上行走的动线都是卡死的 哇对而且听说体育馆就是只要办活动 刚不是说很多活动吗 上面再办活动下面就变成波浪游泳池 对就是在去年有一个跨年晚会 就是办在我们体育馆二楼 那当下呢是有好多个年轻人想要去跨年晚会 也是想要看这个我们的城市代言人 那在上面在跳跳跳的时候 下面就有人工的海浪 因为上面在跳 而且我们基隆的体育馆也很老旧了 其实在跳的时候都有一些那些屑屑啊掉下来 这是我听这些游客跟我分享他们的状况 哇所以就是也该要进行再补强吧 泳池那边对不对 可是是补强完毕了 正在进行中 正在进行中 而且是之前有经过耐震补强过一次了 那但是现在也 我觉得陈医院刚才提的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像今年的议会也通过了一笔 我记得是两千多万的预算 要进行那个体育馆的二楼场馆的整个整秀 那当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说 可能谢市长他有期待是想要吸引一些职业的一个球队 未来进驻在基隆来做使用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体育馆到底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必须要来经过讨论 因为整体的逃生的空间 甚至是说刚才陈医提到外面的人行空间 停测空间 就现在来讲的话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配套措施要正在进行 所以如果还是依照维持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 到时候才来做检讨的时候 我觉得会太慢了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后续 我觉得应该也是要持续来做进行一个追踪 才可以把这个场域真的打造成市民可以真正 好好的去利用的一个空间 是 就是要打造民众可以好好利用的空间 要倾听地方的声音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一一路停车场的动线不明确 很多民众就跟我们浩瀚义做反应 我们一块来看看 高速公路下来接中正路啊 那第一直观就是走过来会想说 这边有个停车场 那是不是中正路上路口就可以直接进来 但是没办法就是有提到说 因为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变不是我们的 那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加强这个中正路 高速公路下来之后 执行路上指标的部分 旧海军所属的渭海云区正式拆除 今年规划作为临时停车场 总面积4524平方公尺 规划172个停车格 今年七明年假启用 不过停车场位置刚好在一一路和中正路末端 市议员张浩瀚关心停车场进出的动线 多次前往现场勘察 在启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遇到一些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路口本身就是有设置所谓的停车格 所以导致非常多的民众要转进这个停车场的时候 因为视线不良 常常会撞到路边的一个路源石 或者是说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行车的一个动线 所以今天特别办理的一个会堪 就是希望市政府针对于路口停车格跟路线的部分 能够来做一些稍微的一个修正 那也感谢市政府在第一时间 立即的配合 就先把这个路口会阻碍到市线的停车格 来做一个取消 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于一路停车场的部分 我们也是要求西红市政府应该要来揭露这个停车场更多的一个资讯 因为现在假日会是我们基隆市旅游的一个旺季 基隆市本身的停车位就已经是一位难求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浩瀚一座 其实后来有解决吗这件事 我想基隆市我们现在其实尤其在夏天 每到假日其实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 那过去这几年尤其像大家可以看到在东岸的这个东山寺码头 现在的一个商场开发了之后 那下面有一些的一个停车位 然而在整体的市区来讲的话 还是相当的一个不足 那过去几年在推动所谓的军港西线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在长龙隔壁的这个威海营区 现在的空间已经大概拆除完毕 那我们过去也在努力争取这一块来做一个停车场的使用 那也感谢非常多的一个单位的一个支持 包含港务公司包含军方跟金融市政府 那这一个停车场在今年的四月 清明年假的时候终于开辟完成 现在也提供了一个停车的使用 然而这个停车场那时候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入口其实它还画了非常多的一个停车格 所以一来是它的视觉来讲的话 它不容易看到停车场的入口到底在哪里 那也引发了民众在车子要进去的时候 其实空间非常的一个狭窄 那也引发了会有一些引发的一个碰撞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当下在我们办完会看的时候 市政府就把外面的一个停车格先进行取消 让民众在进到这个停车场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加的一个顺畅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其实它的动线很奇怪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民众从高速公路下来 它走中正路 它最好的就是从 中正路 东三四码头如果在那边停满 它就一直走嘛 它可以就不用绕到一圈再进到一一路里面 它其实在中正路就可以进到停车场内部 因为绕到一一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一一路在假日的时候也非常塞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的入口的规划 只是把我们的一个停车的导流流到一个更塞的一个地方 其实并没有对于整个市中心的整体的交通来讲的话 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但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 刚好这个停车场的如果靠近中正路的出入口 它还是属于的军方的一个土地空间 那我们现在也是努力的再跟军方来进行协调 那希望说在这个入口 在前面的部分 能够开一个出入口进来 那就可以变成说从 如果要停车的话 它就从中正路径 然后从一一路出去 对于整个区域的来讲的话 第一个它停车位就可以获得更完整的一个利用 另外第二个就是针对于整个停车动线来讲的话 其实会更加的友善 要不然很多的旅客 如果今天我进入在地冷坑 我还可以知道说一一路的入口在哪里 可是我外地的旅客下来 我光说实在我看到东西是满足 我绕过来就发现说我根本没有 我看到停车场的标示 可是我找不到停车场的入口 那其实把交通的打结 又变成就是在中正路一一路上面 其实对整个交通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市政府 跟相关的单位继续努力 那希望把这件事情能够完成 那来解决所谓的市中心需停车瓶颈的问题 是真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民众非常勇敢 那在大家来看 就是我们的乘以一座其实长期关怀我们的女性朋友 我们要针对月经贫穷这一件事情 我们一块来看看 首先谢谢议员乘以姐姐寻求资源来提供我们 体育班女性选手一年的卫生棉需求 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开心 可以解决我们在生理期时 可能会使用到比较多卫生棉的问题 听到这个消息 学生超开心 迈入第二年的天使之意 少女圆梦计划 今年捐赠金融市十所体育班 共105位学生卫生棉 让孩子们在比赛过程中无后顾之忧 今年的成因的对象是有基隆市的体育班的女选手 女学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成绩能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社会人士有看到这项的活动 也有一些这些的捐款或者是补助 我要感谢永昌福人社 然后也是今年也是投入 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跟热心 这个月经平权的活动呢 也需要基隆市各界持续的关心与资源的投入 在此基隆永昌福人社也承诺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配合我们的成因议员 继续投入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很感谢永昌福人社搭配这样的一个计划 长期以来支持我们所有基隆地区 照顾我们的血史 我们一周呢 他提供这个美季定期长期的 来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女性的一个生理用品 那同时也提供他们很多如何 在平时如何这个对于生理取得一个 自我这个养护这样的一个基本这个知识 那有志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也能够在比赛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争取为我们基隆地区争取最高的成绩 我个人就是微薄的力量 希望能抛砖引玉 社会大众也一起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透过公开的仪式向社会大众传递月经贫穷的观念 也呼吁更多人加入这场爱心行动 一起终结月经贫穷 让每位青少女都能够在健康尊严的环境中成长茁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成衣艺座就是一直在推动 两年以来已经有帮助非常多的朋友 我们要请教成衣艺座 对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是针对于弱势或者是中低或者是隔代教养的少女们 就是协助他们卫生棉 因为买这卫生棉呢 通常一个女性要花10万块钱 那我就想说去年是针对就是这些比较特殊的这些少女们 那今年呢因为毕竟是体育人那就来协助我们金融市 就是时间三级衔接的运动项目的女选手们 因为这些运动项目的女选手 她们基本上也很努力 我也尽量就是协助她们我可以帮什么 那就是提供她们一年份的分量 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成衣艺座真的非常的用心 就用这个温暖来感受地方的不一样的风情 那我们最后剩30秒 我们要请两位艺座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说好 好吧我们先请浩瀚一座 好那我想今天非常感谢 能够有机会来上我们的一个民意交响去 那我想身为地方的一个议员 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监督市政 那我们也会跟民进党团的全体的议员 这下一起努力 那我想希望共同的来推动金融市的城市发展 让它能够大步向前 然后针对于监督的部分 我们也会持续加油 也希望市民能够持续做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谢谢浩瀚一座 陈一座 今天也很开心来到我们中家新闻 民意交响去 那其实我们民进党团 不管是哪一区 基本上都找得到 各区都有除了暖暖区以外 但是其实暖暖区也有当地的议员 因为也会协助我们市民朋友 只要你们碰上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们民意代表 是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一座 带大家看到地方的真正需求 听地方的声音 也一起监督市政 帮民众把盒关 我们谢谢两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